夏天就是唯一有一个不好 就是很多人跟我说这边是个动物园 他们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 比如说这种小型的哺乳类动物 松鼠 兔子 还有有的人会看到鹿 对吧 甚至很多人看到了蛟狼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在这边十几年 我看到过一次蛟狼 但是这是在 当然这就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南边的社区 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北边的社区 肯定不会出现在市中心的那块地方 环保做的特别好一些 那些动物会误入企图 大家那种鹿什么 这个都算是还算是很正常 但是大家千万也不要 如果看到有些野生动物 不要千万不要尝试去喂食它 或者说去骚扰它 因为这个鹿发起风来撞泥一下 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射得了的 蛟狼它是体型是比较小的 其实它就跟那种狗的体型是差不多 而且它一般都是这种单独行动 它不是像狼一样群体行动 所以来说它对成人来说它是没有什么威胁的 但是对于小孩来说 如果被他抓伤咬伤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吧 我建议如果你周边是有大片的这种绿地 然后还带着水带着湖的带着河的那种大片的绿地 如果你周边有或者说你要去那边郊游什么的话 那你最好是小朋友跟大人最好是一起结伴同行 不要让小孩独自行动 这样的话如果受伤的话什么就确实不好 虽然这种可能性也非常非常低 但是我们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 熊一般来说在这个室内真的是没有 我是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熊的话确实是有点太吓人了 对吧但一般来说这个熊都是在比较 Banford那种比较深山的那个当中 一般是不会到那个城市或者说城市周边来的 所以这个大家我觉得应该放心 但是不能不能不能那个叫什么 我千万我别说说完就被打脸 那个大家还是不能够放松警惕吧 我觉得在这边附近的话 因为唯一其实能够对人造成伤害的来说 应该就是熊了 虽然我是没有看到过 但是大家还是要有警惕吧 最好不要去乘以5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要是按照乘以5来做的话 那你确实会觉得这里太贵了 就感觉说什么东西都不想去买 但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你时间长一般来说 其实也不这个事情也不能怪大家 因为我来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也会很不自觉的就去乘以5 对吧 一年之后 基本上这个习惯一年之后你就改掉了 你会说三块钱就是三块钱 就像三块钱加币就是三块钱人民币 七块钱加币就是七块钱人民币 就那种感觉 现在我看到就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反馈了 对吧 我不会再去乘以5什么的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很多家长觉得这边贵是因为很多人 他都选择住在离市中心比较近的一些区 因为那些区他会有比较好的学校 对吧 为了让自己的小朋友上比较好的学校 所以会选择这些区 特别会选择这些区去住 那这些区因为他离市区特别近 所以他其实周边没有那种很大型的那种便宜的那种超市 他周边是有超市没问题 比如像Safeway这种 但是Safeway在这边是出了名的是贵的 对吧 他超市里边就是说东西是肯定是新鲜的是好的 然后摆的是很漂亮 对吧 但这个摆的漂亮 他的代价也就是说 他确实是东西的单价算下来是会比较贵的 你刚刚来你也没有买车 对吧 他不可能说去到很远的地方 肯定都是一些步行能够达到呀 或者说很近叫一个Uber就能够到的地方 对吧 到了那些超市 那最多的就是像Safeway Sorbis这些 但是这些就是相对来说 真的是价格会比较贵 所以他会给你造成一种印象说 哇 卡尔加里的物价好贵 其实并不是 如果你有机会 你能够去到那个Superstore 或者说Costco 当然Costco因为他是量比较大 所以他算下来是很便宜 或者说Superstore Superstore他量比较少吧 但相对来说会比Safeway还是会便宜很多 所以大家等大家有了车之后慢慢适应这边的生活 然后就会知道哪几个超市他相对来说会比较贵 哪几个超市会比较便宜对吧 你平常如果买个几样东西 不是说什么进行大规模采购 那就是方便的超市 甚至是便利店就去了就好了 对吧 但是如果你还是需要进行大量的采购的话 那还是首先应当选择那种价格会比较便宜的超市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大家对卡尔加里还不够了解 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大家会跑到大同华 比较到大同华 那我一看我就说哇这东西价格太贵了 我肯定是不会买对吧 我一定会说 如果是那些不急的 我一定会等它打折 或者说清仓怎么样 我才会去买 那很可能因为你刚一开始来 然后你也不知道 或者说因为你来了 我急着就要用这些东西 我家里根本就没有可替代的东西 所以再贵的价格你也必须要买 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不买也得买 所以很多人还是一开始花了很多冤枉钱 因为但这个没有办法 对吧 你刚来这里 你对这里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哪个超市贵 哪个超市便宜 同样便宜的超市 有时候它会打折 那就会更加便宜 所以你对这个完全都是意见都没有了解 但是随着你逛超市的次数越来越多 然后不同超市之间 然后你脑子里就会有一个概念 说这个价格大概是便宜的 这个价格是贵的 那你就说而且家里一旦你有替代品了之后 那你完全可以说我可以等 等这个打了折了或者怎么样了 然后我再去买它 这样的话就会因为这是众多因素在一起吧 所以会让大家觉得说 卡尔加利好贵 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就是因为你还没掌握很多生活的小技巧 或者说你不知道说去比价格 然后你也没有车 你也没办法比价格 对吧 所以会造成一个你觉得卡尔加利很贵 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 也不是说错误吧 但是总体上来说卡尔加利确实不便宜 肯定跟国内比起来一定是不便宜的 对吧 但是你是可以做到把生活费压到比较低的 还有就是说在外面吃东西 因为外面吃东西 它就包括了一个厨师的一个费用 然后包括了一个服务生的费用 对吧 所以这东西一定会是很贵的 但是呢 如果当你这边生活时间长了 你有经验了 你就知道说那些快餐公司 或者说比如说像肯德基麦当劳 像那个这边的ANW Tim Horton这些 他有时候都是会发优惠券过来的 你就要记着 就是要用各个厂家 他那些连锁吧 连锁快餐店 他不同的优惠券 可以这边今天去吃这一家 明天去吃那一家 就确定就是一定要用优惠券 在用优惠券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的价格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如果你真的要去吃中餐 或者日餐什么 那你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餐馆 他有时候什么时候搞活动 有的时候他会 比如说周五下午会有活动 或者说平常的平常天 他会有活动 那时候你去吃的话 就会比较划算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去付一个原价 那确实那就是不划算了 对吧 但是这是没办法 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你肯定是要付一点学费的 但时间长了之后 你就会清楚说 什么时候麦当劳 他会有劝篮 然后什么时候我就可以去吃 对吧 至少是用比较合理的价格 比较合适价格 那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边 请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谢谢 谢谢